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,也欢迎你阅我的频道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 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,我是老杨,中秋节快要到了,首先呢在这里向各位花人的朋友,致以中秋节的快乐,祝你合家宽乐,万事如意,团团圆圆,健健康康。 好,今天呢,主要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,中秋节呢,我们花人都喜欢吃月饼,其中有一个月饼呢,是非常有名的,也就是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。 昨天到中国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呢,看到中国超市有这样的月饼,我们就非常期待的买了这样一盒。 现在呢,给大家试吃,大家可以看看非常有名的这个月饼,究竟怎么样。 另外呢,这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吃过的最贵的月饼。 这是这个外包装,这个盒子是非常精美。 这是2011年的最新版,美心流心奶黄月饼。 大家看这个外包装盒呢,是非常精美。 是一种香精的印刷,右上角有个月饼,中间呢,倾听着写着美心流心奶黄月饼。 下面呢,有一个荷花。 最左边呢,也是池塘荷花小兔。 右边呢,也是一个大莲花。 好,整个呢,这个设计呢,是非常优美的,正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民族,在八月十五的时候,坐在荷花池边,赏月,品尝月饼。 想吃远方的亲人,在这一天,亲人们会到一起团聚。 咱们现在呢,打开这个包装盒,看看里边的这个月饼是不是名副其实。 这个包装盒呢,是八个月饼的包装,左边四个,右边四个,总共八个,是一模一样的月饼。 有时候呢,你买的礼品盒是几种月饼混搭的,这个呢,全部都是这同一种月饼。 盒子本身呢,也是蛮精致,打开以后大家可以看,每一个都是单包装,现在咱们拿出了一个。 一般的话,咱们买月饼,里边都会带这个小的塑料刀,或者叉子,这个里边没有,一开始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,这么豪华的月饼,为什么不配备这个餐具。 但是打开以后呢,我们才发现,里边呢,它已经给大家切好了,现在我把这个打开。 好了,打开以后呢,是这个样子,近一点大家可以看得清楚。 上面呢,也是印了这个美心流心的字样,大家可以看,美心流心,这是个月饼的这个品牌,和月饼的名号,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的。 但这个月饼呢,大家可以看,它中间已经切了一个十字形的,切开了。 为了方便起来呢,我把这个全部拿出来,放在盘子里,这样呢,就更容易给大家展示。 好,完了,现在呢,我把这整个这个月饼拿出来。 这个月饼非常贵重的,我们在英国买呢,八个小月饼,总共三百多克,要三十九磅。 所以说非常贵的月饼,一般呢,大盒的月饼,五百克左右的月饼呢,只要十八磅。 所以说这个呢,三百克左右,只有一半的量,就要将近四十磅。 所以说非常贵的,这个月饼。 当然了,咱们也看看是不是这个乌有所实啊。 好,现在呢,大家可以看,这个月饼呢,它已经切开了。 我再近一点啊。 它已经切开了,你这样手一打开,它就切开了以后。 但是我把它彻底打开以后呢,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黄啊,这个蛋黄。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名字,叫硫黄。 这个黄呢,要硫出来的感觉。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月饼。 过去有这个蛋黄的莲蓉什么的月饼,但是和这个完全不一样。 这里边呢,这个蛋黄还是液体的,不是凝固的。 看起来非常伤心悦目啊。 咱们再看看这一半。 看看是不是非常伤心悦目。 其实你看了,你都有点流口水的感觉,非常想尝一尝。 所以说昨天呢,我们拿回来以后很快四个就没有了,就被吃掉了。 因为我今天要录像,所以说呢,留了这四个。 现在呢,我再打开几个,给大家进一步来看一看。 这每个单包装里面呢,都有一个仿佛剂。 所以说它可以保存一段时间,没有问题。 这是我有打开的第二包。 同样呢,我们把它拿出来。 大家可以看这个呢,也是一样的。 它是分了四块。 你可以轻松的把它打开成四块。 打开以后,非常漂亮啊。 这一块呢,就分成了五块。 轻轻的一推,它就开了。 如果大家这样看起来呢,是不是非常伤心悦目。 是上面呢,里边的蛋黄,是就要流出来的一样。 非常好看,非常诱人,非常有食欲嘛。 我呢,用这种小叉子,可以这样煎起来一块,然后放在嘴里尝一尝。 真的特别好吃,真的特别好吃。 真的特别好吃。 这一块,在最下面这一块,上面这个蛋黄,要低下来的意思。 咱们再来尝一块,真的非常,这个蛋黄呢,吃起来不腥。 你自己的品呢,舌头上有一种沙沙的感觉。 所以这个呢,非常好吃,而且后味呢,非常棒。 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种月饼的话,我还是强烈推荐你,买一盒回来尝一尝,全家人都尝一尝。 这是我们家目前吃过最贵的月饼,确实物有所值。 真的,你要仔细尝一尝呢,这个月饼的这个皮呢,也非常细腻。 就是和那便宜的月饼呢,是不一样的。 我并不是为这一家厂家推销,我和它没有任何关系,但是确确实实物有所值。 还是非常好吃的。 真的,确实值得。 好了,今天呢,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希望各位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。 谢谢大家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,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 请不吝点赞,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